5月14日下午,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教科文委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学勇率团调研清华大学,并主持召开座谈会。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、党委书记陈旭等参加相关活动。 李学勇一行首先来到校使馆参观百年校使展,听取校使馆副馆长、校使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关于校使成立的介绍。 随后,李学勇一行参观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,观看特展《器服务配好无疆》、东西文明教会的阿富汗国家宝藏和清华美元2019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。 李学勇一行还调研了清华大学量子科学与技术研究中心,听取物理系教授何科关于实验室科研成果和发展目标的介绍。 最后,李学勇一行来到苏世民书院,听取苏世民书院常务副院长拍庆中的介绍,了解了苏世民书院的情况。 随后,李学勇在苏世民书院多功能厅主持召开座谈会。 李学勇表示,希望清华大学坚定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,力得数人,改革创新,实践高质量发展,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。 邱勇汇报了学校改革发展的相关工作,邱勇重点介绍了学校持续推进综合改革的情况。 邱勇强调,只有在服务国家的进程中才能成就一流大学的高度,清华大学将承担更多历史使命和责任,主动为国家发展,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